小朋友在台上五重七分 让现场增添许多活力 2月19号刚好是正月20 也就是客家人口中的天川日 台中市政府特别在石刚 举办全国客家日的活动 由市长代表祭拜天地 象征万物生灵 在这一天都会好好休息 三奉江 民安务复广 遭百福 护纳千祥 要让石刚变成客家 文化的一个精华地区 常常办活动 我很喜欢石刚 我到石刚的里面去走动 我有时候觉得好像日本 那个农田那么漂亮 旁边就有房子可以住 好环境啊 真的好环境 相传客家人感念古丹的女娲补天 因此在天川日都会放下手边的工作 让大地好好休养 而为来展现客家文化 在活动现场也提供特色美食 供民众享用 除了可以吃汤圆温暖身子 还有客家的五色版DIY 也行小朋友千万体验 因为我们古代人都会去山顶做工作 要找一些粿粿的粿 但是如果你们都做粿粿粿的粿 尊严 因为做工作很好 来吃董不住 所以我们事长都会教我们说 粿粿里面还穿一些粿粿 还是穿一些粿粿 还是穿一些粿粿 这都我们在地上都在做的 我们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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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做这些 我们用的产品也都是石缸地区的产品 包括我们的庙国甘 用摄板 手工香皂 童话 主办当会表示 天川日不仅是对于天地的尊敬 同时引谈客家人 祈福不浪费的观念 希望让民众在活动当中 体验客家传统精神 以让在地的子弟兵 以身为客家人为荣 记者我加红腾至少